天才黑猩猩小庞 和詹姆斯的小幫手大挑戰 这一次的任务就是 捕捉昆虫 原来自从小庞上次到日光去郊游的时候 在途中发现敲行虫之后 就对昆虫产生了兴趣 所以 小小黑猩猩小庞 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一起 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充满了刺激和出乎意料的梦幻成长故事 这次的任务是 到亮饭店买捕虫瓦和四玉相片 这一次的路线是这样的 两个小家伙要穿过田野 前往住家附近的亮饭中心 在夏日燕阳的照射下 两个小家伙精神饱满地出发了 不过 不过 放心不下的龚泽先生 这次还是偷偷变在后面 你不吃饭了吗 你不吃饭了吗 你这一天 怎么了 這怎麼了 小龐竟然往田裡走去 沒想到 田裡面竟然有熬蝦 小龐竟然想去抓牠 在購買飼育箱之前 牠不是去抓昆蟲 竟然抓起熬蝦來了 不過熬蝦有著銳利的鉗子 小龐小心一點 只是 熬蝦好像不見了 原來熬蝦一感覺到有危險 就會立刻躲到泥蝦裡面 小龐好像放棄抓熬蝦咯 放過了那隻熬蝦之後 小龐和詹姆斯 立刻快步來到了晾飯店 小龐這次來到的晾飯店大小 雖然稍微小了一點 還是有2.6個東京巨蛋那麼大耶 當然令人驚訝囉 不過小龐和詹姆斯 還是足起勇氣繼續前進 但是 在晾飯店入口前出現了一個難關 那就是 因為在晾飯店裡頭不能牽著詹姆斯走 所以得讓他坐在寵物專用的推車裡面 到底小龐能不能順利的 讓詹姆斯坐進推車裡面呢 小龐帶著詹姆斯往推車區那邊走 只見小龐兩手抓著推車 只見小龐兩手抓著推車 哎呀 小龐不是給你做的啦 看來他好像是想把詹姆斯給拉上推車 看來他好像是想把詹姆斯給拉上推車 嘅 喂 小龐 你再怎麼拉也沒用的啦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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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 詹姆斯竟然逃跑了 你要去哪里 危险 危险 车子卡住了 让詹姆斯坐车的任务失败了 没想到詹姆斯竟然 詹姆斯跳到矮墙上往前走 前方就是 退车 原来詹姆斯是想从这里跳进推车啊 詹姆斯加油 好可惜喔 退车被推离矮墙了 看到静默的小庞 太好了 成功地让詹姆斯坐上推车了 就算要夸他做得好 你也未免拍得太多下了吧 克服了最大难关以后 接着就要进入店里咯 可是 这次的小防守任务 还有更难的关卡在等着他们 在这个面积达2.6个东京巨蛋的超大量饭店里面 排列着多道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 其中小庞这次要买的 虫虫网和四语箱则是在 二楼的卖场 小庞到底能不能顺利找到他要去的卖场咯 虽然事先已经告知店家和在场的客人 小庞他们要来出任务 不过啊 看到了这么稀奇的客人 大家还是很惊讶 不知道小庞想不晓得自己成了西客 只见他在广大的卖场里 四处寻找着捕虫网和四语箱 控制推车的手法也还算可以 才刚说完 哎哟 哎哟小庞你小心一点啦 看到他们这样 东泽先生当然会很担心 小庞和詹姆斯继续在量饭店里寻找要买的商品 走着走着就来到家店去了 结果 小庞 小庞看到的是冰箱 等一下啦小庞 这里的冰箱没有东西吃喔 小庞 呢 小庞 好 好 好 小龐 你这样都晃晃兮晃晃的 真的能找到不冲王和思雨箱吗 我们下集再看咯